通過網民可以看到火勢猛烈燃燒 房屋被大火吞噬陷入整片火海 濃煙不斷竄生天際場面顯向還生 現場濃煙密布還不時傳來爆炸 聲響非常驚險 火警就發生在1號凌晨5點多 台中霧峰區自強路上 一棟鐵皮搭建起的神灘起火燃燒 由於是祭拜場所 內部還放有許多易燃物 甚至堆滿過年要使用的炮燭 造成火勢迅速燃燒 一發不可收拾 還波及後動的裝潢工廠 帶您聽相關訪問 為什麼要燒起來 不然 不知道喔 所以你們都沒有帶人就對了 鋪那條會刺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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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刺成 它本是做神灘使用 它裡面的話相關一些可燃物是非常的多 火災量很大 所以它燃燒非常的迅速 附近住戶都被突如其來的大火 給嚇醒倉皇逃出屋外疏散 台中市消防局接獲報案後 出動七個分隊和一個大隊進行搶救 走性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但神台好端端的 怎麼會突然起火 與裡頭的炮竹是否有所關聯 有待火場調查來釐清